Windows里边如何设置速度更快的DNS服务器来提高网络访问的速度 这个视频就告诉大家 DNS服务器呢 就是把你要访问的域名转换成IP地址 这么一个服务器 当你在浏览器里边 或者在一个应用程序里边输入一个域名的时候 这个域名我们是我们人类可以读懂的 那这个计算机呢 先会把这个域名发送给DNS服务器来得到先用IP地址 然后通过这IP地址来去访问这个服务器 那么看Windows里边怎么去修改一个DNS服务器的地址呢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速度更快的DNS服务器 那我们只需要在搜索里边输入控制面板 或者输入Ctrl 对吧 就是控制面板 点开它 那在这有一个网络和Internet点击 然后这有网络和共享中心 那点击之后 有一个查看活动的网络 那我这个里边呢 是通过Ethernet 就是通过这个以太网连接的 我们只要点这个 然后点属性 这个里边有一个Internet Protocol Wordernful TCPIP V4 就是PCPIP V4协议 双击它 那你看这就有一个 选项叫自动获得DNS服务器地址 那如果你要想使用你自己设置的DNS服务器地址呢 所以选择下边这个 Vidue Button 就是这个 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谷歌的DNS服务器地址 不能够访问 那就会用使用这个备用的DNS服务器地址 一般来说谷歌这个DNS服务器地址是速度比较快的 点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使用这个谷歌的DNS服务器地址了 那我们比如说输入CMD 就是打开这个命令提示服务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Ping这个命令 去访问一个 地名 然后得到它的IP 你看这个时候它就是 根据那个DNS服务器去获得这个IP 当然我们这个Ping不通啊 我们再试一下别的 Ping 哎能评通了对吧 它的反应速度是8毫秒 那我们评一下这个谷歌的DNS服务器地址 8.8.8.8 你看它的反应速度是多少呢 信不通 能评通 比较慢48毫秒 对吧 那我们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把这DNS服务器地址换成国内的 因为我们是在国内访问这个谷歌DNS服务器地址 比如说换成这个 阿里的 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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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5 那备用地址是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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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拼一下 还是4.3毫秒对吧 那我们要拼一下这阿里云的这个呢 223.5.5.5 6毫秒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拼一下这个百度 对吧 也很快 拼一下谷歌 还是拼不中 好吧 改一下 他有的服务器是拒绝你 在这个使用拼来拼它的 因为这样可以拒绝那种拼攻击 比如说我们 拼一下这个 比影 对吧 也是可以的 好 那通过你选择一个这个反应速度更快的 比如说在国内 我们就使用阿里云的这个 DS服务器呢 这个地址 那你访问网站 写系这个域名的这个数据就会更快 也就提高你的网络的访问速度 好 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内容 最后请大家点个赞关个注 下次想看不迷路 再见